近日,在俄州市某宾馆发生了一起凶杀案,蹊跷的是,遇害的女子身上衣着整齐两面横躺在客房的床上,脖子上流有一道深深的勒痕。 在案发现场,警方还发现了几张写满轮字的变尖纸,文字大意是说,他为俄州人民除掉了一个坏人,并数了名,这名女子到底是谁呢?为什么凶手在做案后会写下那样的内容呢?让小编和各位看官们一起一探究竟吧。 当天的中午,宾馆的清洁人员,去一间已经退了房的客房内打扫卫生。当清洁人员打开房门走进去后,眼前的一幕顿时把他吓呆了。 在一片狼藉的房间内,一具女士横躺在床铺上,还有一张纸条,写着为人民除害。宾馆方在发现后立马向警方报案,来到现场后,民警通过现场勘察,在房间里找到了两根沾血绳索。 其中白色的一个尼龙绳,应该是一条狗脸子。同时,法医发现在受害人的脖子上流,有一道深深的勒痕。警方判断,这两根绳索应该就是凶手的作案工具。初步分析受害人是被勒死在房间里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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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